當MIRROR是一個大家都受矚目的團體的時候 我做的音樂究竟是要保持主流的路線 做一些愛情的歌曲 還是我做一些非主流的歌曲 令大家可以接受到一些新的東西呢 我想將這個外國的主流音樂 帶來廣東的主流音樂 我就是這個指標 不可以嗎 你喜歡的歌曲嗎 上年的物語系列 風靈看死了 靈魂入了一個狂人的身體 不如就說重新看 希望我三首歌 都帶到三個不同的人生給大家 歌詞其實 它是講述一個狂人的一生 很短就交代了狂人的一生 它由一開始 它知道自己是一個瘋狂的人 它要放縱自己 那去到後段它開始轉變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做一個 社會標準認為一個正常的人呢 例如有家、有事業、有家庭、有子女 當它做這個正常的時候 其實是違背自己內心 它最狂的 因為它內心骨子裡流的血 其實是一個瘋狂的一面 它在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時候 其實 迫了它去另一個瘋狂的階段 社會給我們有很多局限 正正就是 我想透過這首歌曲去告訴大家 其實 不需要太過遵從社會的部分 社會給你的框框 即是你突破的時候 你未必做到一件大家不接受的事 對呀 要相信自己多一點 我這首歌鼓勵別人 其實最深刻就是 我在MV裡面 我是要飾演一個狂人 哈哈 那我 我看了一拖 Jokers我有看的 但是我做就真的第一次了 我之前不是說拍攝 我很想做一個角色 我很想演Jokers 但是 這次就是可以完結我這個夢了 做一個藝人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想把自己不同的一面 給對方看到 那 所以我現在其實都挺喜歡演戲 就是你演戲的時候 你可以代入不同的角色去 去把那個角色的情緒 給觀眾看一幕 那其實是一件挺好玩的事 我自己當初做狂人日記之前的一首 就是藍圖都是很想做一首狂想曲 因為廣東歌是沒有一首狂想的狂想曲 我們的藍圖是很想跟Queen自敬的 《Bohemia Rhapsody》 這個最有名的一首歌 也拍了電影 那當時呢 社會是認定它出這首歌 是一件很不經常的事 因為它是一首四不像 什麼都不像的狂想曲 大家都很… 唱片公司正是反對它出這首歌 他們都很堅持出這首歌 對我來說 就變了我現在心裡的一首神曲 花姐做完這首歌 都說 你做了一首 都不適合我一首歌 那些人會不會喜歡的 我不管的 我照做的 還有花姐其實一直都… 她說不停說而已 她擔心而已 但是她都很想我可以開創到鮮河 就是我可以開創到一個屬於… 廣東樂壇的Progressive Walk 我想將這個外國的主流音樂 帶來廣東的主流音樂 我就是… 這個指標 不可以嗎 那我就嘗試一下 當MIRROR 它是一個大家都受觸目的團體的時候 那我做的音樂 究竟是要維持主流的路線 維持愛情的歌曲 還是我做一些非主流的歌曲 令大家可以接受到一些新的東西呢 那我是選擇後者的 因為後者是可以幫助推動到那個坦路 今次的首歌人日記 我是選擇和吳林峰合作的 但是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好 很有質素 很好的唱作人 我很想大家去留意多一些… 有心創作的唱作人 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責任去推動這個 這個樂壇 令到大家認識多一些 令新臉紅 你們都可能是拿罐頭戲的嗎 都…希望啦 儘量去跳出個框框 又或者儘量去大香港 這個音樂可以… 復復一點 我希望自己 儲了兩個collection 又或者三個collection的時候 跟公司說 公司又可不可以出碟 那都希望… 自己做好一些功課 裝備一下自己 那到時有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很值得紀念的一件事 我覺得 還真是很可憐 好… 一個飲料 我們不用了… 對… 又不用了… 你沒有操縫…